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賭博研究所 Gambling Institute 繼續和大家講回 3月3日跑馬地賽馬日的心想提供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就叫做 單Q一槍過 不過在講我們要買的馬匹之前 有件事想提醒大家 就是接下來我們就會有些好處 是給大家的 有些好處有些好消息 就要跟大家公佈 我們在下一條影片 就會跟大家說 這個好消息是什麼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我們下一條影片 就是這樣 我之前都說過 有任何的好處 我們都會在片頭跟大家說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我們下一條影片 好,馬上就跟大家講回 正題 這次我們會買什麼呢 大家看看標題 寫著華張單Q 就是證明這次我們會買兩個華張 而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莫雷拉就停賽了 反而 周進諾就復出 看見得到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周進諾騎的馬 都頗有實力 頗值得我們來賺 所以看到周進諾復出 所以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我們就希望靠著周仔 幫我們來賺錢 我們會買周進諾的馬 到底買哪隻馬呢 我們現在即時去片 跟大家來講 好了 又來到我們的頭注界面 這次就繼續跟大家來 頭注 3月3號 星期三 跑馬地賽 曼日的賽事 我們這次買到的場合 就是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四班祖地 A難1200米的賽事 正如剛剛所說 這個賽馬日 我們就會買到 周進諾的馬 即是說 這隻2號的 秒秒精彩 至於為什麼 我們會買 周進諾的這匹馬呢 我們首先看看 這一匹馬的賽職 一起看看 這隻秒秒精彩的賽職 這隻秒秒精彩 其實在這一季 跑過五將 五將裡面 你看到 四將跑沙田 跑沙田的時候 這隻馬 完全跑得不太好 從1200米到1600米都跑過 但是全部 四次都沒有贏過 唯獨是 最近跑的一場 跑馬地 1200米 四班賽事 這隻馬 就贏馬了 而接下來的這場馬 這隻馬 都是跑馬地 四班1200米賽事 所以 上場 贏馬的路程 和場地 甚至說 班次 都是和 接下來的那一場 是一樣的 而這場馬上面 這隻秒秒精彩 其實是 贏得非常漂亮的 我們一齊 來看看 這隻秒秒精彩 上場 怎樣來跑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齊 來看看 哪一隻馬 是這隻秒秒精彩 先 秒秒精彩 就是這隻 不斷地很想搶出來的 紅衣白帽 這匹馬 因為 他上場 這場 排著十一檔 我們一齊 看看騎士 如何發揮這匹馬 被菇白衣 風箏 在外面霹靂狂龍 最出的紅衣 秒秒精彩 內蘭第五 還有電子寶貝 上來第六 重得威 很多層的抹粉紅衣 第七位 紅帽的那隻 厲害 內蘭橙衣第八位 還有樂天牌 後面四隻 凝錦黃衣 再後面三隻 木火同名 在尾衣 尾衣是月華聖甲 暫時電口 是橙色眼罩的一匹 美滿將來 跑到對面 直路中尾段 前面放頭的馬匹 就是一隻秒秒精彩 但是走外踏 匹力狂龍 被他壓一壓 第三位 有老實人 內蘭第四 風箏 外面重得威 走上一點 再後面第六位的馬 還有電子寶貝 外面厲害 再看到後面 內蘭橙衣 樂天牌 木火同名將 在尾四 紫色衣服 紅帽 最出的黃衣服 進正直路 秒秒精彩 佔遷了半個身位 匹力狂龍 就開始追他 慢慢移出來 中間的馬 還有風箏 再中檔位置 還有電子寶貝 外面現在才上來 還有木火同名 最後一百米 秒秒精彩 依然拋離了 匹力狂龍 一個身位 贏了這場賽事 匹力狂龍第二 第三名 是省了位 埋便那隻 樂天牌 至於第四名 有風箏 電子寶貝 就扭上扭下 結果這場賽事 這隻秒秒精彩 鬥贏了頭短 好了 賽事就看完了 嘩 這隻秒秒精彩 上場贏得很漂亮 帶了後面那群馬 帶了第二名那隻馬 已經是整個馬位 後面那群馬 更誇張 帶了他們三四個馬位 是贏得非常誇張的 證明到了 這隻馬 其實真的說 質素不差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留意 其實這次秒秒精彩 因為上場是說 跑馬地 排著一個外檔 跑馬地 1200米 排著一個十一檔 來跑 都能夠 贏得這麼誇張 其實當中的原因 很大機會是因為 上場換了 練馬師 轉了練馬師 由高帕生 轉了去 告冬里的馬房 去訓練 告冬里 就幫這隻馬 選對的路程 場地 以及用正確的方法 來訓練這隻馬 導致這隻馬 上場就突飛猛盡 至於這隻秒秒精彩 上場是贏哪些馬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隻秒秒精彩 其實不單是說 上場贏馬的姿態厲害 其實他贏的那些馬 都是厲害的 大家看看這隻秒秒精彩 上場到底贏哪些馬 他上場是贏一隻匹力狂龍的 贏匹力狂龍的 贏匹力狂龍都整個馬位 證明這隻秒秒精彩是多厲害 匹力狂龍是一隻怎樣的馬 大家來看看 匹力狂龍在這一季上面 這一季上面 跑過四仗 四仗裡面是有兩仗 第一名 兩仗第二 這隻匹力狂龍已經是說 有質素的馬了 居然這隻秒秒精彩都能夠贏得到他 還要贏他整個馬位 所以相信這隻秒秒精彩 其實還有很多在手 再者 我們再看看這隻秒秒精彩 上場除了贏一隻匹力狂龍之外 還贏哪些馬呢 一起看看 原來這隻秒秒精彩 除了贏一隻匹力狂龍之外 還贏了樂天派 木火屠明 甚至是刑錦這些馬 這三隻馬是甚麼馬呢 就是接下來這一場他要對著的馬 這隻秒秒精彩之前就贏了一隻樂天派 樂天派就是接下來這一場的五號馬匹 還有這隻木火屠明 木火屠明也是接下來的三號馬匹 還有這隻刑錦的 刑錦也是接下來這一場的七號馬匹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這隻秒秒精彩 實力上就比剛剛所說的三隻馬 因為你看到上場這隻秒秒精彩 都彈掉那三隻馬 也有很多馬匯 所以我們就不會買到 這隻三號 由潘頓騎的木火屠明 五號的樂天派 還有七號的刑錦 我們在接下來這一場都不會買到 即是說潘頓我們都不會買到 原因就剛剛說了 因為這隻秒秒精彩都贏過你木火屠明 為什麼我們要買這隻 木火屠明呢 而且接下來這一場馬上 潘頓騎的這隻木火屠明 是非常難跑 因為他排著十一檔 十一檔這個劣檔 真的要神級發揮 才能夠贏到這隻馬 除非接下來的這場 潘頓又變身 又變回正常的潘頓 冠軍騎士潘頓 我相信才能夠贏得到這隻馬 否則的話 我認為這隻木火屠明 都是處於一個劣勢的 所以在這場馬上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就是會選擇這隻2號的秒秒精彩 來買回 希望這隻秒秒精彩 靠著周進樂的負7磅 靠著他的手綁 來贏這隻馬 這隻馬 其實接下來這一場 照上場的跑法 來跑 我相信贏的機會 都是大的 因為上次 其實 你排著十一檔 這次已經好了 排著七檔 只要周進樂 放出來 用上場的跑法 我相信這隻馬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都有很大的競爭力 在這裡 好了 選完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來選擇我們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第二隻會選擇到的馬匹 我會選擇這隻 11號的 描旋騰飛 這隻描旋騰飛 這隻描旋騰飛 這次由何澤耀來騎 至於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隻馬匹 我們先看看這隻馬匹的賽職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描旋騰飛的賽職 這隻馬在這一季 就跑過一仗跑馬地 1200米四班賽事 你看得到 他跑過第五名 好像沒什麼看 而且這隻馬 上場是有十七倍 那麼糟糕 所以我相信 可能很多人 在接下來的這場馬上 都不會注視到這隻馬 但是 我認為大家千萬不要忽略這隻馬 因為 其實這隻馬上場 跑得不差 他處於一個劣勢 都能夠在最後衝到上來 我們一起看看這隻描旋騰飛 上場怎麼跑 看完 大家就會明白我正在說什麼 一開始 我們先看看哪隻描旋騰飛 那隻描旋騰飛就是這隻 十二號馬匹 淺藍色衣服 淺藍色帽 淺藍色帽 這匹馬 他排著一個劣當 排著一個十二檔 來跑 一起看看這隻描旋騰飛 上場怎麼跑 出集都快 比他更快有霸性 中間夾著開心有你 中檔藍色衣服就是囂逸 外面六衣服無限相機 大外擋紅衣服就是萬事有 淺姿色衣服走近外貼 冥姿之心不夠快 慢慢跟著 內藍米茲還有迷雨 後多層馬 尾四、陽明亮亮 尾三就精彩有你 尾衣就是電子寶貝 暫時包尾是瞄算騰飛 對面直路足未斷 快樂寬騰 早安第一步就是貼欄方 外面拍著他就是那隻萬事有 落後一個身位第三位無限相機 外面第四位還有這隻冥姬之心 內藍第五白三位就是開心有利 第六位紅眼罩霸性 在後面還有這隻迷雨 內藍米茲 尾四島是陽明亮亮 外面還有蕭逸 尾三精彩有你 訂大外擋 後面才有電子寶貝 和這隻瞄算騰飛 正最後直路 快樂寬騰將萬事有拋掉了 開心有你 就賣便一直找位上來 在內藍有迷雨 中間無限相機也上緊 外面未知正日追求も bo 450h 十分秒 日打開 亡人退ば甚麼 但是大外擋 還有這隻正彩有你 入面開心有你 接近終點 查報 賽事就看完了 大家知不知道 這隻12號的瞄算騰飛 上場怎麼跑 其實這個瞄算騰飛 上場就圍不大多 輸多 bones 終來是大約半個馬位左右 千步瞄分 這位瞄算騰飛 上場的冲勢也是厲害 排著劣檔都能夠衝到第五 成績其實不差 還要在未來的這場馬上 這隻瞄算騰飛 檔位就不同了 由一個外檔縮回去 變成一個內檔來跑 好跑很多 還要扶回一個輕綁 這隻馬在這場 我相信都是很大競爭力 所以在未來的這場馬上 選擇這隻11號的瞄算騰飛 來買回 希望這隻馬有上次這麼好的賠率 讓我們來賭 好了 兩隻馬就選完了 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在這場馬上 我們會怎樣投注呢 投注策略 投注方式很簡單 我們這場也是買回 連贏及位置Q 買回Q和QP 買回剛剛提及到的 那兩隻馬就可以了 對啦 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可以 試一試 我們提供給大家參考的這兩隻馬 希望這兩隻馬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上 順利贏得出 我們一起去贏錢 我在這裏祝大家 多贏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